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,王姓独虫开车并排为停玉盆茶,因心虚菜流门加速逃逸,警方延后追赶时,他先是自撞电赶,接着汽车逃窜到铁皮围离内躲在货车下方,企图规避查器,但最后还是被警方揪出,同时在车内起初安毒,训后依毒品罪嫌送半。 台中市第二分局永兴派出所远景,昨晚进酒时取巡逻行径和狗鹿时,发现一辆自找客并排为停,由于已影响到后方车流及行车顺畅上前劝导时,只见39岁的王姓驾驶神情紧张并一直埋怨称,与女友吵架心情不好,希望警方不要开单,不要为难他。 警方直觉有意盘查,并询问车内是否有违禁品时,他好像听到关键自担玄机踩油门加速逃离。 警方见状言后追赶,一路追到北屯区重新路与太原路口时,见该车自撞路口电赶。 王楠从驾驶座下车时,警方经一吸食器掉在驾驶座脚踏垫上,请王贤说明时他拒绝盘查,随即往重新路一段120号后,支铁皮围栏内逃窜,并躲在一辆货车下方企图规避查器。 警方一阵地毯式搜索后,丢出王楠经查他有杀人、枪炮弹药、毒品等刑案记录,并在其次小课内起出安毒医。 35公克、吸食器一族等证物,他在警讯中坦承吸食安毒,公称因心虚才逃窜讯后全案以毒品最嫌宋办,并深入追查毒品来源。